紅拳乃領南五家之手 風格硬橋硬馬 步穩勢裂 尋堅聚爪 忌擊以橋手為主 力顯於外 而氣沉於內 著名的套路友 名為紅拳三寶的 公智福虎拳 虎鶴雙形拳 和鐵線拳 紅拳有一個橋手 不是說拿出來就可以了 要夠定的 為何要玩這個橋手 因為紅拳也不玩 很多人都不想玩這些 但橋手這就是 由你的橋手的力度 不知怎樣得來 是一個學生 但這個橋手是令到你 橋要定 一定要鎖住 鎖住 鎖住它 壓死它 這樣才有用 這叫 是吧 你慢慢練出來 不是很漂亮 你扭不到 用身形的 這就是割手 我擔心你的割手 這些位置就好了 紅拳 混橋 就是最好用的 對吧 現在你擁入刀網 感覺是什麼 是它的手是鎖住我的手 它是黏住的 就是黏住的 我去哪裡 劉師傅就跟著 如果我一有虛位 我就感覺到 壓住我 好了 玩完之後玩雙手 我教你這樣 左右這樣玩 一可以玩到橋很漂亮 和馬步夠準 玩完之後 可以兩手穿開 一 二 三 沒錯 這樣叫穿橋 雲 其實這個雲橋 對紅拳是很好的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 練習 因為你可以用 套路裡面的招式 那些技巧 在這個練習 下壓力 因為我又想 攻擊到對方 在這個練習 對方又想攻擊到我 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可以練到 紅拳裡面的實用 的概念和招式 對方 走